我白頭髮了很多水都在這裡 大家看看 老了我從家開始就退休都不做 執子之手 御字佳老 袁山袁太是深水埗圓芳餃子足面的創辦人 他們結婚三十多年 生了一兒一女 一家四口樂也融融 二家餃子店生意上了軌道 可以說是袁山袁太捱出來的 四十年前 袁太一個小女人 小女人 從內地 更隨家人來香港 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沒有見識過什麼 但就憑著努力兩個字 打造出這間受街坊歡迎的餃子店 她的路當然不是一帆風順 我們那時候出來 但我們在大陸支持的 香港七世已經跟我們大陸出來的 多數是做這些酒樓 做這些事情 八七幾年 八零年的時候就有 她和老公由觀塘 和九龍城的工場做起 天天包水餃 供應給酒樓 做地鋪就是這裏 十年前 對 十年前 初初找這裏 每個人都看不好 這裏全部都排檔了字 她也有信心的 她也有信心的 我只要東西好吃 就可以一個傳一個做個街坊 都很難的 但那時候很困難的 因為你初初開 因為你不是很多人認識你 資金又不是很雄厚那種 自己死限死底 省氣才開 難 除了是經營生意上的難之外 不能分身 忽略了家庭 才令她內心最難受 難 如果有個家庭 要出來做事 覺得要分配的時間好一點 你自己說如果有小孩 又要做事 真的挺難的 你夫婦每天都十幾個小時 好在我媽在 有個小孩給我媽幫我看看 我遺憾就是 小時候很多時加早日 我幫不到她一起去 唯有找婆婆去 自己覺得很遺憾 但沒辦法要找吃 就是為了招待 幸好兩個小孩都聽話 芝西就明白父母這麼忙 都是為了投家 所以一句怨言都沒說過 為了一盤生意 她天天包餃子沒停過 做到五爐七雙 她亦都沒怨過 她的手都叫做彈弓手 彈弓手的手是這樣 是伸直 我們做了整二十幾年 徐旗是這樣動作 變成職業病 痛得很辛苦 醫生說 那條什麼筋 拔直 是這樣的 離間原本直直無名的小店 經過他們兩夫妻的努力 成為代表香港的平民餃子店 還領著 由騰訊大粵網 香港主辦的 來港必吃食店大獎 2018-19頒發的 港式小食店大獎 很多熟客見到你 老婆 你的食物很好吃 得到很多客人支持我們 我自己最安慰 最開心 都快將登錄 加上又做到勞損 所以這盤生意 現在已經交由大仔打理 現在已經很生性 現在已經很生性 跟著一些東西跟著不錯 所以現在有時間 兩夫妻去旅行 有空吃飯 打麻雀 最重要是他肯做